大家好,你们关注的向市UP主要更新了 今天看到热搜说 太王马哈给贵妃施妮娜画了一幅画表达爱意 我一开始看到作画两个字 还以为是那种油画 特别高雅特别牛逼那种 结果一看 对不起打扰了 泰国王室的知名度虽然不如英日皇室 但是他们的钱包却是世界第一股 2011年福布斯统计了各国的王室资产 泰国王室以400亿美元排世界第一 大家印象中最有钱的沙特皇室其实才180亿 至于英国皇室都排不到前十 而且关键是泰王除了有钱 人家还有实权 泰王可不是像英国女王日本天皇那样的吉祥物 泰王有很大的实权 掌控了军队 这都因为泰王久世蒲米鹏 蒲米鹏在位的时候经历了19次兵变 不断夺权 而且民众都很喜欢他 他去世的时候百姓都哭晕在街上 王室在泰国地位极高 所有人都不能议论泰王 这是违法的 在网上也不行 有一个泰国人就因为在网上 点赞了一张讽刺泰王狗的照片 就可能要面对32年的监禁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很开心的 吃泰国王室的瓜 是不是很开心呢 大家把开心打在公屏上 而且所有人见到泰王都要行跪拜礼 像是泰国最红的女星 在时装时候见到泰国公主 都得跪着合影 平时总理见泰王也得跪 泰王和王后合影 王后也得跪 甚至不光使人 大象见了王室都要跪 而且他们的跪姿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膝盖着地 而是这样的 坐在地上 上半身往地上一趴 看动态 我怎么感觉马上就趴地上睡着了呢 最近泰国王室这条新闻 惊到了很多人 曾经为扁的贵妃 施妮娜死而复生了 而且封号也复原了 施妮娜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争议呢 因为她是打破泰国 一夫一妻法律的女人 这是85年以来 泰王娶的第一个妃子 就在大家感慨她厉害的时候 只过了三个月 不到一百天 施妮娜就被泰王废除 看来是没过失用期 被裁了呀 之后 网上传出她死后被火化 当底的照片 就在大家以为 施妮娜挂了的时候 恰逢泰国大社 她在9月2日 也就是中国的鬼节 中元节这天突然活过来 这剧情真的和甄嬛传如出一辙 现任泰王马哈 大家可能不熟悉 马哈就是那个 身上贴着纹真贴 热爱穿性感露点背心 低腰裤 抱着狗的过往 不是我说 真的在小背心吗 这都是个不让爱呀 北京老大也同款 施妮娜出狱当天 马哈又穿着性感背心来接人家了 施妮娜也穿着同款背心 我第一次见情侣山这小背心 不遇不到十个小时 马哈就花费百万 为她购置了十套奢华礼服 然后安排专机 把她运到德国 在德国包下滑雪场 等施妮娜滑雪 而马哈在德国接完施妮娜之后 则又立马飞到瑞士 去看望王后杜蒂答 德国?瑞士? 大家看了是不是有点懵咪 现在全世界都闹疫情 泰国国王不应该像英国女王那样 发表一些古武人生的讲话 然后狗起来吗 早在今年三月份 马哈就带着二十多名女侍卫 和一百多名工作人员 包下到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酒店 和一整层 需要二十多个女侍卫 我相信这些女侍卫 平时一定在屋里 和马哈汗流加倍的训练 这个行程呢 本来是在疫情之前定来的 疫情之后 马哈也没有取消 现在就一直住了下来 有事才回上国 而且他有三家波音七四七 二十小时待命 这才叫真的随心飞好吗 比如四月六日 是泰国的扎克里王朝纪念日 这个节日的泰国很重要 相当于国庆 马哈必须出席 于是他一天之内 飞了两万公里 先去瑞士接往后苏蒂达 第二天抵达曼谷 在祭拜完祖先之后 当天晚上连夜回到了欧洲 这行程过于紧凑了 以至于很多民众都在质疑 你有没有做核酸检测的路径啊 7月28日是马哈的生日 按照以往 泰国都会为国王 举办巨大的生日典礼 但马哈表示 我在欧洲跟二十几个女士 被操练很忙的 你们给我的画像 说Happy Birthday吧 就这样 泰国总理们带着大臣 在马哈的画像面前宣誓 给马哈送去的生日祝福 说实话 这不知道的 看着场景 一帮人穿着白衣服 以为是什么白事呢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施妮娜 施妮娜1985年出生 2008年进入了 泰国皇家陆军护理学院 学护理 毕业之后 施妮娜开始做护士 当时马哈的第三任老婆的儿子 因为有学习障碍 就挑了几名护士 来看护小王子 施妮娜就在其中 施妮娜这个时候二十来岁 这么漂亮 再加上一身护士服 55岁的马哈 见了之后 把持不住 施妮娜很快成为她小情人 那个时候 马哈还是泰国王储 有妻子 还有几个情人 施妮娜就是其中之一 成为马哈的情人之后 施妮娜就进入了皇家护卫队 做起了保安 说是护卫队 其实就是马哈的选美队 因为马哈有好几个老婆 都是这样一步步晋升的 就是她已经娶了 好几个女保安了 而且马哈还给人家封军衔 但在苏提达 仅用几年 就升到了上将军衔 平均每半年就晋升一次 和首相巴宇已经同级了 但是人家巴宇 是在军队中 摸趴滚倒了三十几年 才得到这个军衔的呀 太不公平了 从此 施妮娜开始参加皇家活动 并且变得很高调 马哈曾经是空军 为了能跟马哈有更多话题 施妮娜投机所好 主动学开飞机 射击等技能 不得不说 施妮娜穿军装 真的很好看 很洒 但是这么漂亮的王妃 我一想让她说泰语 我还要选择去世吧 每次看泰国的偶像剧 他们一说话我就 2016年10月13日 泰王九世普弥鹏去世 普弥鹏去世之后 按理来说应该马哈继位 但是马哈 非常不招泰国民众的待见 从小就是个马宝男 长大之后私生过混乱 方杰文公就出轨 一堆黑历史 还做了很多荒唐事 把自己的狗 册封为泰国空军最高军衔 空军元帅 军人们见了还得行军礼 任爱穿紧身背心 连国师访问 这样的正式场合也要穿 反正这些年干的事 已经把皇室的脸都丢光了 马哈干了这些破事 别说泰国民众不喜欢 连老国王都不想传位给他 红一鹏在1974年 就修改了法律 使女性也有权继承王位 并且把女儿 施丁通公主也封为了王储 所以老国王去世之后 具有势力想拥戴施丁通继位 但是马哈还是凭借着强硬的手段 成为了国王 一直有传闻说 他曾经派人暗杀过自己的妹妹施丁通 2019年 马哈加冕成为时事国王 这个皇冠 实在是有点像老北京同国 我都饿了 面对外界的质疑 按理来说第一件事应该是抚慰民心 巩固皇权 但马哈不是 没过几天 他被高调的宣布自己要纳飞 这个飞子正是施尼娜 这消息一出 整个泰国都傻掉了 因为从1935年起 泰国就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度 泰王以身作则 几代国王都是一夫一妻 老老实实的遵守法律 给民众做典范 特别是泰王九世 和妻子施丽娜的爱情也是典范 然而马哈才不管这些 我之前不是国王的时候有人管我 现在老的是国王了 还有谁能管我 所以他凭借着一己之力 又把泰国的历史车轮倒回去了 2019年7月28日 马哈正式为施尼娜举行了册封仪式 这是泰国近一个世纪以来 第一次册封的妃子 他的封号是 昭昆帕 施尼娜 匹拉萨 他长老不念了 意为王的妃子 在施尼娜成为王妃 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 泰国王室居然给施尼娜 出了一个王室传记 这在王室历史上是第一次 这本传记有46页 60多张照片 大多数都是施尼娜 农装艳抹的开飞机 跳伞和参加军事训练的摆拍照 不是我说你上诞场 你还拍照吗 等一等 或者是马哈的爱犬 叫福富 这个狗我们之后还会讲 这些照片一清公开就火了 民众强迫头绪看 皇室网站一度瘫痪 2019年10月21日 马哈宣布 剥夺了施尼娜的头衔 并列举她的三大罪证 初期不符合身份的活动 试图篡位啊 不知感恩啊 失德这些 但吃蛙之下 事情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 比如说 说施尼娜初期不符合身份的公开活动 但施尼娜的日程表 都是皇室提前规划和公示过的 各种分析下来 最有可能的就是卷入了政治 根据外媒报道 王后苏提达和施尼娜 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的军方势力 所以她不得不放弃一个 就把施尼娜给废掉了 原本100集的大型公斗剧 没想到第三集女主角死了 虽然泰国人 对这部《泰国真完传》很感兴趣 但是根据泰国的弃军法 公众是不能在国内 公开讨论有关王室的事情的 网上也不行 这次施尼娜能被放出来 护卫队工作 也是后来陪马哈去德国的 20个女士为之一 之前是施尼娜身边的女官 施尼娜入狱之后 欧拉弄一直在和马哈 汇报施尼娜的情况 这不就是真换个紧息吗 目前施尼娜有得宠了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能有多久 依然是个未知数 因为根据之前 马哈几个妻子的经历 就可以看出来 基本上都没啥好结果 我们来埃克介绍一下 她的私人妻子 第一任妻子 宋杀玛丽王妃 马哈的表妹 家里是纯正的贵族 本来王子和公主 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 宋杀玛丽在给马哈之后 怀过一个男胎 但是压力过大 所以流产了 马哈并没有关心宋杀玛丽 很快就让她再次怀孕 孩子出生不久之后 马哈就在外面包养情人 有了私生子 宋杀玛丽情感上不顺 开始用工作转移注意力 但马哈处理各种皇家事物 但是马哈非但没有感恩 反而是变本加厉的 继续搞出了几个私生子 并提出了离婚 宋杀玛丽出身名门 为了维护家族名声 她希望靠容忍维持现状 就这样守了15年的寡 然而到如此地步 马哈依然不满意 为了离婚 在1993年 她把宋杀玛丽起诉到法院 在法庭中 她把婚姻破坏的全部原因 归为宋杀玛丽 而宋杀玛丽一旦反驳什么 法官就说 你犯了冒犯君主罪 于是宋杀玛丽 只能接受马哈对自己的指控 法院很快判决她们离婚 合意于家里的背景 还一直保留着皇家称号 也没有再结婚 如今因为重风 瘫痪失语 躺在轮椅上度日 第二任妻子 于瓦达更惨 是一个女演员 马哈在宋杀玛丽期间 出轨的对象就是她 她本想着母平子贵 进入皇宫 于是就多生几个 在八年中生了五个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生育机器 25岁时 她已经是五个孩子的妈 全都是在没有名分的时候生的 她就是泰国最有名的小三 马哈在离婚之后 马哈就跟于瓦达结婚 但是第一任妻子 宋杀法力 是马哈妈妈的侄女 虽然马哈妈妈 非常讨厌于瓦达这个小三 除此之外 马哈还在外面继续找亲人 再次外面认识了 脱衣舞女 希拉米 也就是后来的第三任妻子 于瓦达逐渐失宠 并有传闻说 她出轨了60岁的空军元帅 马哈在皇宫内外 填满了他们出轨的私情告示 之后 马哈把于瓦达 和五个孩子中的四个儿子 驱逐到了国外 把他们的故障给废除了 他们永远都不能回泰国 四个儿子只能辗转欧洲和美国 而有另外一种说法 于瓦达并不是出轨 而是马哈故意让他 去献身军方高层 而为什么要把于瓦达 和四个儿子都驱逐呢 是因为这四个儿子都很出色 而马哈就一直口碑不行 九世国王不喜欢他 他很担心老国王 直接穿位给孙子 所以才找理由 把他们赶出泰国 我觉得这个比较可惜一点 五个孩子中 有一个女儿 斯瑞凡公主 本来也应该被赶出去 结果寺庙高僧说 她的出生日期非常吉利 和保泰国风调雨顺 泰国一直有个 时事而亡的传闻 所以马哈 把她从国外接了回来 她也被称为镇国公主 这个公主热爱马术 喜欢时尚 爱穿电剑的衣服 还上过很多杂志的封面 开创了一个自己的时尚品牌 有一期 她的闺蜜邀请她去自己的婚礼 在合影的时候 闺蜜还得给她下跪 第三任妻子 就是前面讲到的 脱衣舞女西拉米 她从小家境贫困 为了生存 去跳脱衣舞 后来因为长得漂亮 进入皇宫当侍女 被马哈看上了 西拉米比马哈小了19岁 在当了6年情人之后 因为怀孕转症 她虽然成了王妃 但是因为出身卑微 又有脱衣舞女的黑历史 被泰国民众和媒体讨厌 终于出事翻车了 这就是裸体趴事件 2014年5月 泰国发生政变 而王楚马哈这时候干嘛呢 在给她的狗开生日party 没错 马哈给她那个狗 叫夫妇 开了生日party 我多怀疑 马哈跟这个狗 才是真人来了 西拉米又当起了 脱衣舞女 给马哈跟狗跳脱衣舞 还拍在地上 为狗吃蛋糕 结果这段 被媒体拍到并曝光了 一时之间 媒体都在牵着马哈 说国难呢 你还搞这个 马哈为了满救民心 甩锅都是西拉米的错 同时 马哈用钱当幼孩 马哈用儿子的未来 来威胁西拉米跟他离婚 还给西拉米家人 安排了贪污的罪名 2014年 两个人离婚 马哈把西拉米 赶到了寺庙 当尼姑 她的父母兄弟 也连坐了 还被抄了家 但对于西拉米 有个好消息 就是她的孩子 被立为了王储 今年马哈已经68岁 若是哪一天 小王子能够顺利 带上国王 她就有可能翻身了 第四位 就是如今的王后 苏提达了 苏提达本来是太行 一名非国际的空姐 马哈喜欢开飞机 但她觉得 老开战斗机不爽 于是她就偶尔去太行 开开播音和空客 也就是说 你之前做的太行行班 有可能是国王开的哦 开飞机的时候 她就看上了苏提达 然后马哈一顿操作 把苏提达安排进了 皇家护卫队 这时候 第三人妻子 西拉米在马哈身边正红 苏提达很实大局 安稳的在护卫队里服役 西拉米出世之后 苏提达水到去仇 成为了妻子 在结婚之后 苏提达给民众 最大的印象就是谦卑 因为早年当空姐 对人对世都非常和气 无论是对马哈的家人 还是对臣民 她就说贵就贵 被人称为 用膝盖吸走的王妃 得到了很大的赞誉 甚至她跟皇宫里的 侍卫宫女 关系都非常好 把皇太后也服侍得很高兴 另外呢 苏提达对马哈的其他子女 都非常温柔 她独特的个人魅力 和谦逊态度 让整个皇室 都对她非常满意 苏提达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她可以对马哈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容忍她勾三大四 他们结婚才一年 两个人就分居了 如今马哈和二十多个女侍卫 在德国酒店做保安 苏提达都在瑞士酒店度日 但是总觉得这个故事 充满了封建的味道 不应该出现在现在 当然我觉得 这些女人都不是她的真爱 只有那只狗才是她的真爱 一开始听说国王养狗 我还以为是那种大型犬 结果是比熊 这只叫福福的狗呢 不仅仅有空军元帅的军衔 而且泰王还会带她出席 各种设断场合 比如说招待其他国家大使宴会 在福福死的时候呢 马哈给她举办了 整整三天的葬礼 全国哀悼 果然是铁打的福福 流水的女人 至于施妮娜 她到底是甄嬛还是年车兰 能不能赢到最后 我们等着剧情更新吧 这期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跟我们三连哦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 罗亚不喜欢我们的视频 那么请加油 早点喜欢上我们哦